寿风箱长补选进入最后阶段 10号有11位寿风箱各村村长 在2号候选人徐雪玉的继选总部表态支持 徐雪玉感谢村长们的支持 他表示会把将近30年来所累积的丰富人脉 为寿风箱争取更多的基础建设 及经费易助要带动寿风的繁荣 第18届的寿风箱长缺额补选进入最后的第7天 各阵营的支持者都纷纷表态力挺 登记第2号的候选人徐雪玉 在10号的这一天就有来自11个村的村长表态支持力挺 2号加油 七雪玉动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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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雪雪玉表示非常感谢感激这些村长 能够站出来力挺他 他也将会以30年来的问证经验 以及丰厚的人脉来为寿风箱寻求更好的发展 心里就是想要让我们整个寿风箱能够建设会更好 那我想15村的村长其实在雪玉在担任一眼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11个村长 其实15村的村长雪玉面面俱到的都有帮他们协助地方的一个建设 那昨天呢有11位的村长到总部来替雪玉加油打气 让雪玉打了一记强心针 也希望我们大家一条心能够打赢这场胜战 也希望我们的寿风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那雪玉这次会参选 也是因为在一眼的领域当中呢 一眼只能建议只能建议所长怎么做 那也基于这次的一个机会呢 雪玉出来选寿风箱的箱长补选 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了解地方的建设 不能迟疑 希望地方的所有的乡亲 我们大家呢一定要一条心 让寿风呢会更好 在扫街败跳的过程当中 也有许多民众是热泪盈眶的表态支取他 希望他能够在这一次的补选当中能够胜选 带领着寿风箱走向更好的发展方向 二十九一当选 我都在这边缩人贵啊 我看到你的筹快撞着我没急啊 高票当前要怎么知道啊 好啦 谢谢 能够选出一位出生于我们寿风箱 住在我们寿风箱 服务于我们寿风箱的民意代表 我们的二号洗血议员也担任过 湘民代表以及议员以及副议长的职务 以他雄厚的人际关系 一定会为我们寿风箱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注入我们寿风箱来建设我们寿风箱 最后一周的选前冲刺不只是参选者 集体败票 而支持的群众更是表态力挺 十一位的村长表态支持力挺 可以说是这一次的乡长补选丢下震撼弹 选民的支持意向也跟着产生的变化 记得凌桀春风箱才放播的